锁定台式晚间新闻 欧洲逐渐解封 法国总理宣布11号开始 要解除两个月以来的禁足令 开放让民众在100公里之内 可以自由移动 但是大家还是不敢搭大众运输工具 因此就顺势带中了流行期自行车 跟意大利都不约而同 开始加快建设自行车专用道 法国11号起进入抗疫新阶段 大众运输逐渐恢复营运 但法国人还是怕群聚 搭公车搭地铁能免则免 纷纷改骑自行车 从四轮族变成两轮族 享受户外好空气又更环保 因应单车车流可能明显增加 巴黎市政府这两天加快 在市区和郊区施工 划设自行车专用道 官员表示虽然目前属于临时车道 但也不排除就一直开放使用 疫情期间法国许多企业改踩居家上班 官员认为解封后 路上的车流以及地铁的载客量 短期内很难恢复过去的水准 推行绿色节能的自行车道 现在是最佳时机 扩大建设自行车道 意大利也跟进 为期两个月的居家令 四号起逐渐解封 罗马街头依旧冷清 但骑自行车爬爬罩的人变多了 罗马市政府最近加快设置 自行车专用道 预计全长达到150公里 扩大单车族的路权 让喜欢骑车外出的罗马民众 安心上路 我们非常愉快 我们在问账车 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大大改变全人类 习以为常的生活样态 恐怕也将重新塑造 大多数人出门之后的行动模式 杨振平编译